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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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当主腕长到40厘米左右时 将它绑绕在已经准备好的尼龙绳上 使刮腕沿着吊绳的方向向上生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进行绑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吊腕后,蜘蛛的长势会比爬地栽培时更强 为了控制刮秧的长势 防止出现只长秧不做刮的情况 在缠腕操作时,要缠得紧一些 说完了吊腕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吸管吊腕栽培中整理枝叶的方法 整枝就是有意识地去剪除部分刮腕 控制植株长势 除此之外 还能减少不必要的养分消耗和其他很多好处 西瓜的整枝方法很多 有单腕整枝 双腕整枝 三腕整枝 和多腕整枝 单腕整枝是只留主腕 其余侧腕全部摘出 每株留瓜一个 由于只留一条腕 靠光和作用制造营养的叶片较少 所以瓜发育的较小 双腕或三腕整枝的方式 是除留主腕外 再在植株基部 选留一条或两条侧腕 其余侧腕全部去掉 双腕和三腕整枝都是在主腕上留一个瓜 侧腕上不留瓜 由于留腕多 叶片多 营养比较充足 所以果实的个头也较大 多腕整枝的方式是不进行整枝 任由植株生长 竹腕上留瓜一个 选两到三条件状侧腕 分别留瓜一个 采用这种整枝方式 由于织腕纵横交错 占用空间较大 所以它只适合在土地较多 种植密度较小的情况下采用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单腕整枝的瓜较小 多腕整枝占用的空间较大 很显然只有双腕整枝和三腕整枝 比较适合大棚掉腕栽培 下面我们就以在大棚中采用最多的双腕整枝方法为例 向您介绍西瓜掉腕栽培的整枝里腕措施 上面已经介绍过 双腕整枝就是除留主腕外 再在植株基部选留一条侧腕 其余侧腕全部去掉 那什么是主腕 什么又是侧腕呢 您看 这条直接连着根的央腕就是主腕 在主腕上长出的侧枝 叫侧腕 采用双腕整枝的方法 通常只留下一条侧腕 可是主腕上长出的侧腕很多 应该输掉哪个呢 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是留主腕基部的一个建状侧腕 其余的侧腕要全部摘除 整之后 主腕沿吊绳向上生长 并在上面结瓜 侧腕匍在地面上 不结果 你可能会想了 既然侧腕不留瓜 那还保留它干什么 不是会消耗营养吗 其实 保留侧腕不但不会使供应主腕的营养减少 反而会增加 这是因为植株的生长需要光合作用 可是光靠主腕上的那十几片叶子制造营养是不够的 所以保留侧腕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植株的叶面积 为西瓜植株和果实的生长提供更多的养分 在钓腕西瓜的栽培管理上 每隔三到五天就要人工把瓜秧的主腕在钓绳上缠绕一次 这叫做鲤腕 每次鲤腕时都要对瓜腕进行一次整治 西瓜秧腕的分支能力很强 瓜秧在生长中会不断分生出侧枝来 因此 鲤腕时要将这些分生出来的侧枝全部打掉 以免造成营养浪费 西瓜做果后 植株的长势会变得缓慢 这时果实已经成为了养分分配的中心 植株长势太旺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对枝叶的整理工作应该在果实做住以前全部完成 说完了对枝叶的整理方法 接下来咱们再来看一看整治理万工作中的另一项管理措施 这就是蔬果 在西瓜果实长到鸡蛋至拳头大小 表面的绒毛已经逐渐脱落 瓜面也有了明显的光泽 这表明西瓜已经做住 一般不会再发生落果现象 这时就要进行一次蔬果 掉腕西瓜蔬果的方法是 从一株瓜羊上选择一个果实较大 果形端正 果饼较粗的果实留下 其余的腕要全部输出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节约养分 另外在侧腕上长出的果实也要输掉 您可能会想了 一颗羊只留一个瓜 照这个管理方法不是会减产吗 您考虑的也并不是全无道理 掉腕立体种植采用的这种留单瓜的整治方式 能够让原来供应两三个瓜的阳光水分和营养 全用在一个瓜上 显然长出的瓜就会更大更好了 这样产量上并不会比原来差的太多 反而果实的品质却提高了不少 自然市场竞争力也就提高了 还记得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介绍过 在尼龙绳距地面1.6至1.8米处 留了一个套兜掉瓜的绳圈吗 当西瓜果实长到0.5千克左右时 就要用到它了 这是因为随着果实的长大 由于重力作用 很容易把瓜腕从掉绳上拉断 所以要用尼龙网兜把右瓜掉起来 方法是 在尼龙绳上预留的绳圈处 系上另一根稍短的绳 将右瓜装入网兜 轻轻提起 用这条短绳将网兜系紧掉起 在其他各项管理措施都跟上了情况下 整治里万后 供给果实的营养充足了 棚中的光照和通风条件改善了 西瓜的成熟期也比爬地栽培提前了一周左右 可别小看了这几天 中瓜的人都知道 效益那可是差太多了 辣椒异病是危害辣椒的主要病害之一 在我国各地菜区都有发生 特别是在光照若 湿度大的温室大棚内连坐栽培时 这种病害就更容易发生蔓延了 那么如何能够准确地识别辣椒异病 并加以预防呢 下面我就给您知识招 辣椒的精 叶 果实都可染病 植株经部染病时 现在进地表经肌部出现褐色病斑 随着病情的发展 病斑迅速扩展 环绕经一圈 病部表皮腐烂 容易包除 到了发病后期 病部以上部分迅速雕尾清枯 剖开病株的经肌部 会看到围管树已经变成了褐色 这是染病初期的叶片 病斑圆形或近圆形 淡褐色 变缘清晰 随着病情的加重 叶片上的病斑迅速变大 气候干燥时病也干枯 环境湿度大时 在病液上会长出白色的霉状物 果实上的这个暗绿色水字状斑 是刚发病时的症状 随着病情的发展 病斑迅速变和软腐 并出现同心轮纹 湿度大时 在病斑表面会产生稀疏的霉层 气候干燥时病过干缩 下面咱们再一起去了解一下 辣椒异病的发病条件和传播途径 辣椒异病的病原菌 可以在种子 土壤或病残体上潜藏跃动 成为第二年的初氢染源 辣椒异霉菌在10摄氏度以下和40摄氏度以上都不能生存 最适宜它生存的温度是24至26摄氏度 病原菌在20摄氏度以下和30摄氏度以上生长 都会变得缓慢 包子囊几乎不萌发 然而决定辣椒异病发病程度的并不只有温度 还有湿度 因为在有水滴的情况下 游动包子才能游动进行侵染 所以湿度在辣椒异病发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当田间温度达到24至26摄氏度 空气的相对湿度在85%以上时 辣椒异病极易发生 而且发生比较严重 在这种温度和湿度条件下 从萌发的包子囊中会释放出大量的游动包子 经棚膜滴水或灌溉水传播到辣椒植株的精、叶及果实上 一般情况下 果实从染病到腐烂只需要2到3天的时间 植株从发病到枯死只需要3到5天的时间 这就是辣椒异病为什么会发病周期短、流行快 并且发展迅猛的原因 您都看到了吧 这辣椒异病的病原菌是无孔不入 所以我们对它应该重视起来 不过在辣椒的生产中 要想搞好异病的防治工作 首先还得弄清楚它重发的原因 栽培的品种抗病性较差 是辣椒异病发生加重的原因之一 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对辣椒异病具有免疫的品种 但是在相同的条件下 辣椒异病在感病品种上的流行频率很高 而在抗病品种上 流行的强度和流行频率都明显下降 田间均原数量的增加 是辣椒异病发生加重的又一个原因 多年连坐和田间遗落残茶的地块 会积累大量的致病菌 这样下一茬的初氢染原量就大大增加了 辣椒异病的发生程度肯定也就会严重了 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 当田间温度达到24至26摄氏度 空气的相对湿度在85%以上时 辣椒异病急已发生 而保护地中的环境恰恰容易满足辣椒异霉菌的繁殖和传播这一条件 特别是保护地的空气相对湿度较大 植株上保持水株时间长 更有利于病菌的侵染 所以保护地中辣椒异病的发生会比陆地要重 不当的田间管理也能加重辣椒异病的发生 例如种植密度过大的话 由于田间玉壁 通风透光的条件变差 也有利于辣椒异病的发生 另外地势低洼 排水不良 利于辣椒异病的发生 所以平地栽培 要比其隆栽培的地块发病重 您瞧瞧 引起辣椒异病的原因还真不少 所以生产中应该从多方入手 采取预防为主 综合防治的策略 俗话说 三分种 七分管 咱们就先来解决关于种子的这些问题 预防辣椒异病的发生 首先要在品种选择上把号关 在抵抗异病的能力上 中晚熟的品种比早熟品种要强 所以对于异病发生比较严重的地块 就要根据这一原则来选种 品种选好了 种子处理也十分重要 不种前 先要晒种 将种子放在阳光下晒一到两天 然后用55摄氏度左右的温水 进种15分钟 进种过程中 要不断搅拌 待水温降到25至30摄氏度时 继续进种三个小时 除了温汤进种 还可以用1%硫酸酮溶液 进种5分钟 以杀灭种子上携带的病原菌 培育状苗不但是保证辣椒育苗成功的关键 而且也是保证定植后 植住健康生长的基础 培育状苗的第一步就是对苗床灭菌 可以选前茬种植麦类 豆类 葱蒜类的地块 去标土做育苗用途 一定不能使用前茬种植茄科植物的土壤 在每立方米育苗土中 加入80% 3亿磷酸吕可施性粉剂 10克 充分 混匀 进行消毒 有条件的种植户 最好采用穴盘机制育苗 机制要选用灭国菌的蔬菜专用育苗机制 育苗盘要选用4到5厘米大孔径 50至70孔的穴盘 以缓和苗气拥挤的问题 辣椒苗气要控制胶水 尽量做到不干不胶 使苗床保持干燥 在育苗过程中 如发现辣椒苗染病 要及时清除 防止病菌继续传播 并用72.2%双眉微水剂 500倍叶喷雾 隔7天再用药一次 连坐是导致地块发病的主要原因 所以辣椒不要与茄科和瓜果类蔬菜连坐 最好能与葱蒜类 豆类 即非切克类作物实行 两到三年的轮座 以降低辣椒液霉菌 在土壤中的积累 减少辣椒疫病的初期染源 除此之外 还要在前查作物收获后 及时清洁田园 彻底清除田间的残株 最大限度的减少病原数量 栽质密度过小 影响产量 而密度过大呢 通风透光又会变差 不但植株涨实弱 栽培生长期延长 而且还给疫病的发生 创造了条件 在温室中栽培辣椒 一般每亩栽苗 3000至3500株比较合适 易媒菌要求较高的湿度 在有水滴的情况下 才能使游动包子游动 因此只要控制田间的湿度 就能在一定程度上 减轻病害的发生 而彭室内湿度的高低 主要与灌水方式 和通风管理有关 控制浇水次数 是首先要做的 如果辣椒在定制时 浇足了定制水 一般缓苗后要控水 以粗状苗 直到门浇膨大后 再浇第一次水 沟灌很容易造成 彭室内湿度过大 所以有条件的种植户 要采用低灌设施来浇水 如果没有低灌条件 可以采用小水勤浇的方法来浇水 一定不能大水慢灌 再有就是 当彭室内湿度过大时 要采取通风排斥的措施 通风时间长短 随彭内温度的高低而定 上面介绍的只是预防辣椒疫病发生的措施 如果发现地理辣椒染病时 就应该采取药剂防止措施了 辣椒疫病的药剂防止 一定要抓住发病初期这段时间 否则对病情的发展就很难控制了 对中心病株 在拔除后要用药液灌根的方法进行封锁 可以用50%甲霜酮可食性粉剂 600倍液 或30%甲霜酮霜600倍液 灌病学 每学药液用量250克 过5到7天再灌一次 除了封锁发病中心外 还要用75%百菌氢可食性粉剂 600倍液 或77%清氧化酮可食性粉剂 400倍液 全喷喷雾 每隔7到10天喷药一次 试病情连续防止2到3次 如果预阴雨天或棚氏湿度大时 最好不要喷药 以免增加棚内的湿度 给病菌的传播创造条件 这时可以采用烟熏法 方法是 每亩大棚 用45%百菌氢烟熏剂 200至250克 在棚内分放4到5处 用火点燃发烟 必鹏熏蒸一夜 辣椒疫病的防治知识到这里就介绍完了 只要您在了解辣椒疫病发生规律的基础上 根据它的发病原因 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肯定能把辣椒疫病的发生几率降到最低 保证辣椒生产的顺利进行 好了观众朋友 本新农广天地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您想查询栏目的更多内容或信息 可以登陆中国网络电视台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下期节目 下期节目 谢谢大家